那今天的話呢接下來我們來看 所以上個禮拜的這個清單都在這邊 總共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是上了那個 這個15段影片 那所以呢相關連結都在這邊 細節部分的話我想你們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有問題的話你也可以在YouTube下方留言 發問都沒關係 反正討論嘛 我是覺得很多問題 那我是覺得程式第一個 如果你要把它學好 第一個一定要完全了解 每個地方都要了解 你不能說這個好像只有一行很短的東西 你反正把它背起來 其實背起來不行 因為以後那個bug就從那邊出來的 那我發現很多人會出現bug 他不懂 他把它硬背 然後可是問題那個問題的邏輯改變了 他還是硬背 我說你這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 那老師不是都寫 可是問題我的數字有改啊 我的那個邏輯有改啊 你要改一下嘛 他不會 對他說 然後我不懂 我就把它背 所以為什麼會有bug 就是因為你不懂嘛 OK 所以我是建議喔 上個禮拜的每個程式 建議你都每一行都要把它重新提過 而且都要完全了解喔 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 而且裡面的符號啦 甚至裡面的縮排有沒有 縮排也是程式一部分喔 你不能說這個沒有縮排 還有縮個幾次排 都是需要的 縮排按TAB鍵喔 OK 然後這些細節都有注意到的話 以後你寫程式我想應該就會很順利啦 因為我發現錯誤都是 錯在那個 基本了解不俗啦 第二個就是形態錯誤 有沒有 形態我們上禮拜 基本上就是三種形態嘛 就是數字分兩種 一種有小數點 一種沒小數點 但如果你要轉型 兩個你不想要分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EVO 有沒有 EVAL OK 那如果你要轉數字 就STR 有沒有 這個非常重要 形態這個部分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沒有概念 你不管說用的是Python 其實Excel裡面也是一樣 Excel裡面發生錯誤 也是形態的 你看起來好像是數字 但實際上它背後是文字 那如果你兩邊比對的時候 所以數字跟文字就不會match 那就會出錯 所以這個的話 大概就是一些基本的要點 再來就是環境 環境其實能夠寫Python的環境實在太多了 當然至少十種以上 比如說最少我教學是用Eclipse Eclipse是可以寫C C++ Java PHP 後來我想說用它來寫Python也可以 可是問題這個環境有個缺點 就是比較複雜 還有設定麻煩 後來我發現 乾脆算了 用比較簡單 用Spider 所以為什麼特別選Spider 因為它第一個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設定 還有到底要不要升級這件事 當然如果你對這個環境不熟悉的話 我建議你先不要升級 因為你沒事升級反而找自己麻煩 除非說你已經非常熟悉了 而且你已經有掌握能力的話 那你再去升級最新的版本 為什麼 因為最新的版本 其實會有很多的問題 包含就是說 你的電腦裡面 裝了Python的版本太多 有沒有 將來你可能會有 裝了一些東西 就是Find and Run的問題 那為什麼 因為你裝錯 你的電腦太多版本了 像你可能又裝了Anaconda Anaconda 本身其實就背後又有一個Python 那你裝了升級的一個Spider 又一個Python的環境 它又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們本身又有一個i3-8-4 我們Python3-8-4 當然 將來的話 我們上課還是以Python3-8-4為主 OK 如果你假設你都指向那邊 就不會錯 不然的話 我發現以前同學最多問題 也是卡在這種路徑 然後你跟他講半天 他還是說我還是錯 怎麼辦 我很想說你乾脆把電腦拿來 我跟你講好了 可是問題是有時候遠距 你跟他沒辦法講太多 所以乾脆你先不要 把自己的問題複雜化了 因為學習本來就是越簡單越好 沒問題就好了 除非你已經能夠掌握了 你再去做變化 不然的話我是建議 程式這種東西 真的還是越簡單越好 先把簡單的東西先學好 OK 再逐一逐一的 OK 所以大概幾個要點 再來就是那個 其他我們寫了幾個邏輯判斷 包含就是兩重邏輯 觸跟Force 然後再來就是多重的 有沒有 年齡的判斷 這個還蠻常會遇到的 接下來就是那個回圈的部分 回圈的話其實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其實相當相當重要 因為你為什麼要用電腦 因為電腦就是可以反復幫你做事情 人最討厭是反復 重複一直做 你做幾次的話你就煩了 但是電腦他絕對不會煩 那你做幾次會累 會做錯 但是電腦的好處是 你怎麼做他都對 而且他完全一模一樣 另外的話電腦不用關機 時間到還可以自己做 這一點的話是完全人沒辦法辦到 所以其實人應該是利用電腦的優點 去幫你做什麼事情 OK 那未來的話因為有Big Data 其實Big Data 產生的Data這麼大的數量 所以人一定沒辦法用人工的方式去處理這些Data 因為早期還可以 因為Data的數量少 慢慢還沒關係 圖法鏈剛剛可以 但問題是現在Data的數量增加了 OK 所以你要怎麼辦 你用人工慢慢做 做不完 那你要找很多人來做浪費時間 浪費人力 所以其實現在的很大的需求 就是說人力需求 你這樣interview的時候 一定先問一下你會不會寫程式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但是我覺得我們暫時還是先不要考 為什麼你沒有這樣的概念 那我即便我要交付給你工作 你還在用那種圖法鏈 跟Ctrl-C,Ctrl-V,C 我說真的啦 我自己都覺得你這樣不OK嗎 我不可能說要找很多人 我一定要找一個人 可以把Ctrl-C,Ctrl-V這個動作 可以寫一個程式讓他一勞永逸 以後執行這個程式的事情就搞定了 甚至比如說一個報表 我可以寫一個程式 然後一run之後 Data產生了 我把報表馬上產生 甚至我可以視覺化出來 我可以知道說到底結果怎麼樣 我可以做判斷 而且判斷要最快越好 你不要說 我要一個報表 你要多久 三天 對不對 兩天 不要啦 我要一分鐘、兩分鐘之後給我吧 OK 那有沒有辦法 有啊 就要誠實 所以很多時候為什麼 這個一個決策快慢 你看齁 牽涉到你最後會不會成功耶 有沒有 就是你成功跟失敗 就是最後 誰最快下正確的決定吧 因為你下錯誤的決定的話 他整盤棋都輸了啦 不要說 像 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那個選舉嘛 對不對 哇你會發現那個比打仗還要更那個 怎麼樣下正確的決策 當然你要知道說你的票在哪裡 對不對齁 然後你要怎麼開發新的票員 那一定有些Data嘛 對不對 你要這個Data你要來之後 你要怎麼分析說 你要該做什麼的決策 然後把你們最多的資源 應該放在應該放的位置吧 不然的話你這個錢永遠用不夠吧 對不對 你填都填不滿啦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那個錢是用在刀口上的話 哇 哇這樣真的很好用 對齁 OK 所以 這個當然很重要 那資料理怎麼做啦 我是覺得 可以透過像這樣的工具啦 那你說Python跟Eseo 其實就是目前 用來做大數據分析最好用的工具 應該其一其二啦 應該目前這兩個應該算最熱門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兩個工具 去發揮到它應該有的水準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一點 我發現很多人其實都沒有發揮到應該有的水準 有沒有 像Python不會 像Eseo不要說 Eseo函數很多人都連下函數都不會 對不對 更不要說那個VBA 對不對 那甚至你還可以要畫圖表 對不對 像還可以延伸到POW BI 對很多東西其實都可以一串 馬上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啦 所以現在老闆應該很很希望找到一個員工 可以幫他把Big Data 整個公司的所有的Data 快速的讓他視覺化產生他要的結果 因為他要做決策嘛 對不對 他要判斷嘛 不然的話呢 做錯誤的決策真的還蠻慘的 要浪費時間、浪費能力 但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實沒概念啦 因為他腦袋沒升級嘛 所以他還在DOS時代嘛 對不對 DOS還在開機 還在幹嘛的 那大家一定是 所以 如果你的腦袋有升級到AI的這個階段的話 哇 那不得了啦 所以 那今天的話 重點我們就要延伸到有關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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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 跟eSale 部分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跟eSale 很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資料型態 叫做 串列啦 其實英文名稱叫List List的話 其實 我覺得翻譯成串列也對啦 但我覺得精確一點 其實List其實就是一個清單嘛 有沒有 那其實他理解 就有點像是 如果 在Python裡面的List 的理解 我是覺得你可以拿eSale來理解 eSale的話 其實就是類似像這樣 縱向的一個範圍 或者橫向一個範圍 它都會是一個List 那也就是說 將來呢 如果你要放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那你會需要有一個資料型態 它叫做List 這個跟前面 你說老師 那跟那個 前面的String 那個 STR 就是那個 文字跟數字 有什麼差別呢 最大的差別是 文字跟數字只能放一個資料 那假設說你今天來的是 一串資料 或一堆資料的時候 那你應該怎麼處理 OK 比如說我們今天舉一個 第一個例子好了 那這個的話請各位先看一下 這邊假如說 請各位先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個單元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這個Member.tst 這個會員資料好了 那假如說我有一個 會員資料的需求是說 我希望把這個會員資料 可以直接幫我把它存檔起來 或者是讀檔 然後做一些處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呢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 練習 這個這個 練習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上個星期我們有做到一個 那個存檔 所以今天的話 那請各位第一件事先幫我把 這個 第五單元第四頁 第四頁 這邊有個Member.tst 那因為這個是在雲端上面的資料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資料 選起來 然後並且開啟那個記事本 好了 Ctrl C 然後請你開啟你電腦裡面的記事本 把它貼上 OK 那也就是說 把這個資料 另存新檔之後 另存 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你的根木屋底下 哪個根木屋底下比較OK呢 因為我上個禮拜練習的時候 我記得我好像放在 剛才我放在這裡好了 放在這個 C疊的Python384算了 放這邊 OK 放這個路徑好了 就是這樣比較好記 因為我是C疊的 然後在這裡的話 我把它取個名稱叫 Member.tst OK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建立了一個 文字檔 文字檔的 這個 資料呢 放在根木屋底下 C疊的Python384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我有這個 Member.tst 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呢 把這些資料 全部讀到 我的Python環境裡面 應該怎麼做 等於是讀取檔案 那讀取檔案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一樣是開啟那個 這個 Spider 然後並且開一個空白的 文件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做 後面的事情了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是建議啦 因為我的檔案是放在 這個 Python384 C疊的Python384 的根木屋底下 所以這邊有一個 這個Member.tst 那所以呢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乾脆你把這個模組 也把它先存檔好了 這個模組的話呢 先開一個新的 然後把它另存 也是把它存在哪裡 乾脆存在一起算 存在我的哪裡呢 C疊的這個好了 C疊不要好找 C疊底下的 Python384 那如果你是低疊的話 你就存低疊好了 好這裡 然後呢 我把它存一個 這邊叫Member好了 OK Member 也是叫Member好了 一個叫Member.tst 一個叫Member.py 那如果第一件事情 大家後面有幾個列寫 第一個是我希望第一件事 如何幫我把它全部讀取 第二個的話呢 如何全部讀取之外的話 我希望 只要讀取 因為總共50個會員 1到50號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 只要讀取其中前10個會員就好了 怎麼做啦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來練習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幫我把那個 確定一件事 就是在C疊底下 有沒有Member.tst 跟Member.py 這兩個 有了之後的話 那你確定一下 反正這個資料的話 基本上就是 總共有五個欄位 有沒有 編號 姓名 生日 血行 手機 那裡面的話 就是1號到50號的會員 那如果第一件事喔 我希望把外部的這個文字檔 可以幫我先讀到Python裡面做處理的話 那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讀檔的話 其實在Python裡面要讀檔喔 上個禮拜有講到寫檔 寫檔就純檔啦 OK 那在Python裡面要讀檔蠻簡單的 其實跟這個寫檔喔 寫法蠻像的 首先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在這邊 先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 然後呢 一樣產生一個F物件 F等於什麼呢 後面跟它講說 你後面加一個那個Open Open的話 是一樣啦 先開檔 那之前寫的話 也是Open 那開檔的話呢 其實後面有一堆參數啦 那首先的話 我需要給它幾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的話 是檔案的名稱叫什麼 那檔案名稱叫Member.tst 所以我這邊給它打上Member.tst 好 檔名給它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這邊沒有給絕對入境 比如說什麼 11帽號斜線的 因為它在旁邊 在同個資料夾 這個要相對入境 不用 可是如果將來你放的位置 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給絕對入境 要給磁碟名稱 跟資料夾名稱 目前是不用比較簡單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給它一個模式 就是 逗點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加上你要做什麼 那之前我們是用w w寫入 不過現在我要讀取的話 就是r r的話呢 就是read的模式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 member.tst 有沒有 幫你把它讀取 就是讀取之後的話 幫你把它放在f物件裡面 所以會產生一個檔案物件 叫f 那f裡面的話呢 它其實 有很多方法可以幫你把資料讀出來 並且print出來 那個叫f.read read read的話實際上 它就是幫你把它全部讀取的意思 OK 所以其實蠻好記得的 之前叫write 那現在叫read read後面就這樣就OK了 read 那read的話 其實裡面的話 就是會是 所有的那個 我們這個 檔案裡面的所有的文字 那所以啦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前面加一個s 好了 s等於 所以s等於read裡面的結果 那所以呢 因為讀回來的話 會是一堆的文字 因為它的檔案是文字檔 然後會幫我寫到s 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把它print出來 好了 print OK print什麼呢 prints 那這個時候呢 你們看一下 如果假設你prints的話 那檔案會不會對 試一下 如果print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執行 所以程式理論上 三行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可是呢 執行的話 應該會產生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它會出現這個 它有個錯誤訊息有沒有 深紅色的字裡面 它這邊會顯示出來 它跟你講一個錯誤 這個錯誤叫什麼 叫unicode unicode unicode decode 他說呢 這個是萬國碼的解碼錯誤 解碼錯誤為什麼 因為他說 你 CP950 因為我們現在用Windows系統 因為Windows系統的 預設的編碼是CP950 可是問題 你的資料是unicode的編碼 所以兩邊編碼不同 OK 所以編碼不同的話 會造成錯誤 那怎麼辦 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會錯誤 這個 其實你只要開啟 你剛剛的這個 member.tst 你大概就有答案了 比如我們剛剛的檔案 檔案是放在這裡下 member.tst 你把它另存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另存 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另存的最下方 會有個編碼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編碼的話 預設是什麼 UTF8 U的話就unicode UTF8指的是unicode 這個八個位元的版本 OK 那目前 除了微軟之外 其他都用UTF8 所以 你說那為什麼出錯 因為微軟 它還用CP950 其他都用UTF8 所以我們剛剛的資料 是從Google 把它複製 所以Google用UTF8 所以你貼到記事本的話 它會記錄說 你的編碼方式 是UTF8 OK 那怎麼辦 其實幾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是 你乾脆打開剛剛的那個member 有沒有 然後做什麼 編碼的方式 把它另存為 這個 符合Windows可以用的 就是CP9 那CP950的話 它不叫CP 它叫ANSi 所以你可能就要選這個 ANSi 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存檔 OK 這個方法 存檔 它問題說要不要取代 把它取代掉 好 這樣的話搞定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它Run一下 這個喔 其實解法1 就是另存 然後記得 存成ANSi OK 試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底下的程式 基本上呢 裡面的文字呢 就被順利的讀取了 有沒有 OK 所以啦 解法1 那你可能會問說 老師 那將來啊 我們不可能說 人家Google的東西 如果再放在雲端上面 那你怎麼改 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再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存成ANSi 然後再打開 不行 它就在雲端嘛 你這樣麻煩 所以如果假設 如果你的資料呢 它本來就UTF8 或者是Mac Mac預設的環境就UTF8 所以如果你假設Mac的版本 它就UTF8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在Mac上RUN 不會有BUG 它直接出來 對 它直接出來 因為它預設就UTF8 但是Windows是CP90 OK 所以你要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會有 那 會有不同的其實就是 那個 Windows的問題 沒有很像它的問題 因為它會覺得說 我Windows市占率八成以上 八成這麼大 你猜 不過有沒有一成都不知道 OK 那為什麼我要 符合跟你們一樣 你們加起來都沒有我大 所以目前是無解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喜歡用Python 就是在Mac上面開發Python 我覺得可能是跟這個 不過這也是小問題啦 知道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好 第二個 如果我不想要改 OK 比如說我剛剛那個問題 我把它改回來 比如說我說 老師我不想改 我還是維持UTF8 把它再存檔 那它的錯誤呢 如果還是發生的話 所以喔 方法二就是說 如果我不去變動它的編碼方式 那我還是要把它讀進來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 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從 這個open 後面的第三個參數著手 逗點的時候 後面你再加一個參數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它的參數表 其中的話 有一個叫encoding 各位看不看到 這邊有沒有一個 它裡面有一個參數叫encoder 在後面 在這裡有沒有 encoding 這個參數 所以你想要再加一個參數名稱 叫encoding 就是encoding 所以encoding encoding 如果你不會拼這個字 你就照這個拼 encoding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等號 然後UTF8 就把它打在 這個前後雙引號文字裡面 因為它是文字 UTF1-8 這樣也OK 也就是跟它講說 請你幫我開檔的時候 那開檔的 這個 它的編碼方式 就是UTF8 你就用UTF8 幫我開 不要用CP950 如果你不加 預設就是CP950 OK 那把它執行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也會是正確的 所以 可能還是要看你實際上的編碼方式而決定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都老問題 所以將來如果你遇到那種 檔案不能開 或者跟你講說編碼方式錯誤 或者是你打開之後就是亂碼的話 通常最大的可能性 那就是因為你用的是Windows系統 然後你去開的是另外一個 這個 就是比如Google的 或者Mac的一個檔案 打開它就是亂碼 那解決方法 要不就是說你把它改成 改成CP950或者ANSi 要不然的話就是你開檔的時候 你用什麼 用UTF8的方式開啟 OK 反正兩個方法 好 那執行完畢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結果呢 就可以看到 這邊總共會有50個會員的資料 就被讀取進來了 OK 所以讀檔的部分其實比較簡單 OK 第一個 好 第二個的話 如果今天希望 其實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說 我可以把這個資料 直接寫到Excel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寫一個 轉檔的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就是 可能會有很多TST的檔案 然後我今天 我不想要人工 因為以前如果假設你有人工的話 你可能要把這個文件打開 然後可能CtrlA CtrlV 再貼到Excel裡面 可能還要再修改幹嘛的 很麻煩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 在Python裡面 我希望把這些資料 直接幫我轉移到Excel的話 要怎麼做 OK 這裡的話 當然你可能就要需要 就是想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將來要在Python裡面 怎麼樣把資料轉換成Excel的這些問題 那當然 在Python裡面 能夠 就是解決 轉換成Excel的這種模組 這種外掛其實還蠻多的 至少我覺得10種以上 但是哪一個比較簡單 OK 那目前的話 看了一下 應該最簡單的應該就是 有一個模組 叫OpenPyExcel 這個模組 其實我試一下 我發現這個應該算最簡單 而且 程式的話寫下來也不會太複雜 當然還有別的 比如像什麼 那個有一個叫Pandas 的一個模組 不過那個複雜度 我覺得相較之下 如果處理簡單的問題的話 那這個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可是這個模組的話 那要怎麼使用 底下其實有一些範本 我想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你必須要先把它裝進來 因為我記得我們預設的這個 Python384裡面是沒有裝這個模組的 所以待會的話 可能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 把它先裝到我們的環境裡面 所以順便要學一件事 就是很多東西 很多外掛沒有的話 那你如何把它裝到我們的環境裡面 等一下安裝外掛 OK 那因為安裝外掛 目前它沒有比較好的圖形畫的介面 所以你必須要懂得如何下語法 而且那個語法可能還在DOS模式底下 就是那種純指令的方式 但是也不難 OK 我等一下會教各位怎麼做 以後的話 如果你假設要裝外掛 基本上就用那個方法 步驟做熟其實OK 必須要下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就是 Python1-M 然後PIP install 把這個裝起來 OK 那請各位先把 剛剛的這個讀取先完成 那讀取的話 其實程式的語法 程式的語法 我看 這個是我們那個 剛剛的 程式的語法 其實就是在這邊有了 在第八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我剛剛寫那三行 你不要寫錯了 如果你現在寫 寫不OK的話 你就直接拿這個貼好了 OK 然後我剛剛增加的incoding Utu8 你就直接加到這個後面 但是如果假設 你另存也OK 可是MAC裡面不用加了 MAC裡面本身就Utu8了 加2等於是多餘的 試一下 那後面的話 我們就要有個任務 就是先想想看 把它存以Sale 也就是外部獨檔 如果快速的把它變以Sale 這件事 如果可以辦到的話 那以後其實可以快速合併很多資料 外部資料 進來 那當然不一定是TST啦 CSV也可以啦 反正只要是外部資料 通通都可以把它變以Sale OK 那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可能就先把它讀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假設 我希望先把剛剛那一道題做個變化 比如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因為我們直接讀取的時候 他一定會給我們50個會員 可是你想說老師 我不想要50個會員 我可不可以只要給我前10個就好了 50個太多了啦 你可不可以不要給我這麼多 我只要1到10號就OK了 或者是11到20號等等的 那應該怎麼寫這個程式 怎麼寫這個程式 你們先想想看好了 這是我現在想看你 然後是2個月 是6個月 每個人很少